Hello 大家好 莎姐 先跟大家打針 這段新聞應該是兩題 黃營的KOL一定會說很肯定 所謂我們正常人這邊 可能會少人說 可能會有人說 可能亦都不會有人提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純粹是分享一下 剛剛 8月8日上午8時多東網 楊明涉拐提供血液樣本被捕 准保釋9月向警方報道 說到8日凌晨 當時楊明炒車 東網上指 警方指邵氏CK唯一名林姓男子 已經確認了是楊明 當時是警方指 新帶酒器 在意外後拒絕提供血液樣本 逐酒偵測試 經初步調查後警方 已涉嫌拒絕提供血液樣本 將他拘捕 現在准保釋候審9月上警署報道 因為始終已涉嫌拒絕提供樣本 不能確認酒價 雖然他說有酒器 我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 一定會被黃形攻擊 你看看他犯法 一定不會這樣 我自己覺得 撐警是一件事 不代表他不會犯法 他撐警和他會否犯法 就好像兩件事 我也撐警 但我有沒有犯法 我也有犯法 只是嚴不嚴重 我相信 可能很多人都會像沙姐那樣 就是 母醫照交通燈過馬路 沒有車 就算不是陸公仔都照過 尤其是橫街仔 肯定的 不是肯定 就是大部份都會 橫街仔那些 沒有車就見沒有車就過 尤其是清晨 深夜的事更常常會發生 我 我沒有告訴大家 其實我是否犯法 我絕對是犯法 代表我沒有撐警 不是的 我也撐警 所以撐警和犯法法是兩回事 他撐警察 因為他黑暴 他覺得他做得對 他撐警察 他覺得他做得對 他撐警察 會 會 等同呢 又未必 他可能 可能 黑社會都撐警 在黑暴的時候 他雖然是黑社會 但他可能反對 那些年輕人把香港破壞成這樣 可能他也是撐警 是吧 不代表他不撐警 可能他也是撐警 黑社會也可以撐警 但不代表黑社會不法法 又不代表 所以我覺得兩件事 還有大家也看到 警方也沒有因為 因為楊明他撐警 所以我偽偽薄 又沒有 依然 是以涉嫌拒絕提供酒精樣本 不是 涉嫌拒絕提供血液樣本 而將他拘捕 都是照將他拘捕 都是保釋後查 沒有說實在放他 沒有說這樣勸戒他就放他 即是說其實警方 都是嚴正執法的 沒有啊 因為他是撐警 所以就看不到 隨便撐警方說兩天 下次小心點 走 沒有 依然是有拘捕他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聽到 黃營的人不斷說 他怎樣怎樣 即是大家可以這樣說 即是撐警是一件事 和他個人 會不會犯法又是另一件事 即不是 如果真是撐警 就可以完勝 是不會有任何 什麼 不會有任何犯法的事發生的 很簡單 即是 基督徒都不會有小三 不會出去偷吃 但實際上 很多基督徒受了浸 之後 男性也好 女性也好 都會出去偷吃 都會離婚 那你為什麼懂得通呢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就是這個情況 希望大家都知道 我說什麼 其實 有時候我不是很擅長 言語表達 但我希望大家知道 其實有很多事情 都不是大家看 就是 這麼簡單 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大家說 撐警 所以什麼都是好的 愛國 就是什麼都是好的 愛國的人 做什麼都是對的 其實 我不覺得是這樣 正如很多基督徒都是 他有幾愛主是另一件事 和他會不會找小三 也是一件事 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前教會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主日學的校長 是不是應該很熟齡 但是 他最後都是離婚收場 大家知道什麼事 某程度上知道什麼事 就算了 這次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OK 拜拜